我覺得很驕傲 其實他真的有一度可能很痛 然後就是胃痛那一部分 然後他有小小走了一段 但是就是會因為沿路 然後可能會有跑者就跟他講說 加油快到了 然後或是就是加油你再跑一下 你再堅持一下 然後他聽到他們的鼓勵 他就會繼續跑起來 對我就覺得好感動喔 其實我知道他很痛很不舒服 但是他還是就是堅持跑板 對可是就是真的看他順利的完成 我真的覺得很驕傲 然後我自己一邊跑的時候 然後我一邊想說 Katty這是超人嗎 我說不會累嗎 我真的這樣想耶 我就覺得哇太厲害了吧 對然後就覺得 其實我也很累啦 但是我不敢跟他說 因為我覺得就跟他說 他會不會擔心我 然後他說 那你不要跑或是你 對 我反而會怕我拖累他 因為我覺得除了就是大家的支持 就是大家可能就是 言語上或是 可能心靈上幫你支持 但Katty她真的是一路陪我訓練 然後陪著我就是完成這個挑戰 他就是一開始然後他還背著包包 背著我的水補給品 然後一路幫我拍照 然後而且他一路幫我加油打氣 對我就覺得很感動 對就是他真的就是為我做很多 我就覺得很感動 然後一路幫我跑到 陪我跑到最後 他就一直鼓勵我你知道 然後那時候我就 我就是 一邊跑 因為我 我都不太能講話喔 因為我真的太累了 我就沒辦法講話 但是我只要的時候我想喝水 他就會跑去補水站 幫我拿水 或者他從那個萬能的包包裡面 拿出水瓶來 他說我想吃點東西 他就拿出他的那個 對能量交來幫我補給 然後一路上鼓勵我 然後幫我看時間這樣 就是我真的很謝謝他 謝謝你